欢迎来到听说动物 我是鲨鱼 这就是鲨鱼听说会什么动物的事情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动物是大象 那主要的话会跟大家介绍非洲象 会想要介绍大象呢 就要回到上个礼拜在讲大嘴鸟的时候 有讲到就是巨嘴鸟他们的嘴巴 面积非常的大 那可以达到散热的作用 今天要讲的这个大象呢 它的耳朵也是有这样子的作用 耳朵面积非常的大 可以用来散热 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非洲象 那其实讲大象的话 大家从听到都会说它有两种 是有非洲象跟亚洲象 但是其实非洲象跟亚洲象都是一个属 而不是一个种 对因为像是非洲象的话呢 里面就是还有两个种类 不过亚洲象的话呢 就是亚洲象鼠里面就是只有亚洲象这一种 所以呢 才会平常常会很常觉得说 好像是非洲象是一种 亚洲象是一种 不过其实实际上呢 就是两个鼠跟三个种 是有非洲象鼠跟亚洲象鼠 但是因为亚洲象鼠里面只有亚洲象一种 那非洲象鼠里面有两种非洲象 所以呢才会常常会不会说哎非洲象是一种亚洲象是一种 那非洲象的话呢里面主要是有两种嘛 一种就是叫做普通非洲象或是非洲丛林象 另外一种的话就叫做非洲森林象 那普通非洲象的话应该是大家比较常见 通常讲到非洲象的话应该 其实讲的呢就是这个 普通的非洲象或是非洲丛林象 因为非洲森林象它的数量其实蛮小的 那一般看到体型比较大的呢 就是这个普通的非洲象 那因为这个非洲森林象它的数量比较少 所以现在算是面临兵危的一个风险 也在就是联合国的这个重点保护名单当中 由于就是受到很严重的就是漆地消失的问题 所以就是非洲森林象的话现在就是蛮少的 但是这个非洲普通的非洲象 非洲丛林象跟非洲森林象 它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有杂交的现象的 说到大象大家应该可以直接想象到大象的外观吧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大象大概长什么样子吧 大象当然就是一个灰色的大大的动物 然后鼻子很长然后耳朵也很大 大概就是这样的形象吧 那大象灰色的皮肤是它们非常重要的特征 但它们这个灰色的皮肤呢其实是充满非常多折叠的 然后皮肤也非常非常的厚 皮肤的厚度呢可以达到30毫米 30毫米就是3公分嘛 就有3公分厚的皮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厚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看到大象的话 在台湾可能就没有机会 如果你是会泰国的话可能有机会 非常近距离的看到大象 那你就会发现大象它们身上的皮肤 其实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皱褶 那这个皱褶其实超级超级的深 这个皱褶的话可能可以到10公分那么深 所以其实如果你把你的手指偷偷的抽进去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把整个手指都埋入它的皱褶里面 非常的酷炫 那大象这个灰色的皮肤 就是跟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大部分的皮肤身上 大部分动物皮肤身上都会有很多的毛发在保护它们皮肤 但是大象的话非常的稀疏 大象身上的毛发就是很少 所以也就是如此大象还蛮容易会得皮肤病的 那主要的话呢其实就是只有在一些特定的部位 例如说它们的这个橡鼻上面会有一些 稀疏的比较深色的一些毛发 然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真的比较少看到 那非洲象特别的点呢跟甲州象不一样 是在它们的这个鼻子的前端 在鼻子常常鼻子的最前端呢就是有一些像是 像是有人形容说是像手指状的凸起 不过感觉是有这样形容好像有点可怕 就是鼻子的前端有手指状的凸起 那简单来说它就是有个凸起这样子 但是亚洲象的话只有一个 非洲象的话会有两个这个这样子的指状凸起 那它们的这个非常大的耳朵呢当然就是 比如像礼拜也讲过的就是很有助于散热降低它们的体温 就是当它们就是在用这个大耳朵就是在这样子散一散的时候 拍打的时候呢就是会产生气流在它的耳朵 耳朵附近然后就可以帮助空气的流通嘛 因为其实大象它的这个耳朵的内部是有比较多的大血管 但是这个耳朵内部通常是朝内比较没有空气流通 所以当它们拍打的时候就可以帮助这个空气流到耳朵内侧 让耳朵内侧的这个大血管去就是扩大这样的损失 那大象的鼻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毕竟不是那么多动物都有这种 好像不是那么多动物 是就是只有大象才有这种特别的长长的鼻子 它们这个长长鼻子呢其实是从它们的原本一般鼻子的构造 再加上上唇的构造 却融合在一起之后呢然后越变越长 就变成这个大象的鼻子 所以其实它算是鼻子融合嘴巴的一个构造 非常的特别 那它们的这个鼻子呢就是主要是已经成为了这种 这种可以拿来当手的一个工具 像是有一些动物的话 它们的尾巴就会成为这个可以抓握的一个身体延长部分 那这个的话就是可以非常有助于去 它们去抓叶子啊或是什么的 就是跟人类的手一样好用的感觉 那它的鼻子的话呢就是 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构造 就是它是由三叉神经所支配的 所以它非常的敏感 就是真的跟手一样非常的灵活 然后可以感觉到非常多东西 然后伸缩指如这样子 那它主要的话好像有非常多的肌肉 可能有四万到六万块肌肉 组合在一起去操纵这个橡皮 所以呢因为它这个橡皮有这么多的肌肉组合起来 所以虽然看起来呢好像跟它身体比起来 并不是非常的大的一个区块 但是它的肌肉结构却让它们的橡皮质是非常的强壮 就这个橡皮质呢就是看起来说 好像像一个水管一样 软软的 但是这个橡皮它肌肉非常的强壮 它是可以举起非常重的东西 嗯 这会举起多重的东西呢 因为它们其实平常 这个橡皮啊就是可以拿来 可以拿来折断很多树等等的 所以是非常厉害 那实际去计算的话 大概可以去举起它体重3%的 3%的重物 对 大象那么重 然后它可以举起它身体3%的重点 那它橡皮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壮 从来没有健身过但是因为它的肌肉非常多块 所以呢它就非常的强壮 那它会用这个橡皮子拿来就是闻东西啊摸东西啊 或者是喂食啊吃东西喝东西或者是甚至拿来拍打一些灰尘 当成鸡毛胆子这样子来用 或者橡皮也常常用来发出声音嘛 或者是可以就是拿东西 然后甚至可以用来防御跟攻击 因为力道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拿橡皮子用力的打在别人身上的话 其实就跟你用手甩别人一巴掌 是类似的状况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小看橡皮子 那橡皮子的话 既然长得像一根大大的吸管 那大象有的时候啦 并不是常常 但有的时候大象 如果它去游泳的话呢 它这个橡皮子就是可以当成那种浮浅用的那种管子 就很像不是有些人去浮浅的时候 他们会带那种就是挖镜跟挖镜 然后再加上一个吸管的那种组合嘛 就是大象的鼻子就是可以拿来做那个吸管 然后再水下这样子哺漏哺漏的 哺漏哺漏的发出就是呼吸这样子 可以去吸外面的空气 那非洲象的话 它们这个雄性跟雌性都是有它们这个象牙的部分 那象牙的话其实是从乳牙渐渐变成的 那当一开始小象 就是一开始小象出生的时候是没有象牙嘛 但是它大约一岁之后呢 这一些就是 这些这个象牙就是会从它原本一般的这种牙齿慢慢的长出来 然后就是一岁的时候 大概它象牙就会开始慢慢的慢慢长大 那象牙其实很酷的事情是 虽然我现在其实没有到很了解 但是象牙它的中心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的菱形结构 然后随着大象的年纪增长 它就是会从这个菱形结构的周边呢 开始一直渐渐的扩大长大 那这个象牙其实是除了装饰好看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用途 像是象牙因为它非常的坚硬嘛 然后因为它毕竟只是牙齿 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一根超级超级大又超级超级强的牙齿的话 你会拿来做什么用 就是当然非常重要的是就是可以拿来打架嘛 然后平常的话也可以拿来吃东西 就是这个超级大的象牙就是可以拿来去挖掘啊 就是你可以拿来就是产地板啊 或者是去拿来刺东西 就是把东西表面的东西这样子刮掉都很方便 所以他们会去挖树根啊或是剥树皮 当做食物的时候都会去使用到他们这个非常锋利好用的象牙 然后打架用途的部分在交配的季节就很好用 你想要就是争夺你喜欢的女生的时候 就是可以拿这个象牙就是去互打 对打赢的呢就可以获得自己喜欢的对象 然后这个象牙部分也可以去防止就是受到掠食者侵害嘛 就如果想要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拿这个象牙去戳爆人家 这样的话是非常好用 那象牙的话呢就是毕竟它长在大象身上嘛 就是所有东西都很大 就算你远远看的时候觉得象牙好像就是一个 一个大概它身体也没有占很大比例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象牙呢却非常的重 这个象牙这个牙齿竟然有23到45公斤 那基本上如果45公斤的话 可能就跟一个女生就是的体重差不多 所以说如果把我粘在大象的 就是你把我粘在大象的头上面它也完全不会觉得很重的意思 大概就是如此 这个就是想象起来感觉有点怪 就是但是如果把我粘在大象的头上的话 它就是会觉得就是跟它的象牙差不多重 不会觉得特别怎么样 那这个象牙长度的话就是可以到1.5到2.4公尺 所以这个象牙呢其实就是不管是身高或是体重都是跟我差不多的 就是它长度1.5到1.4公尺 其实就算男生就是的身高也完全涵盖在这当中 那象牙的形状就是一个往前弯的嘛 它主要就是一个月亮型的月亮型的形状 而且这个象牙它会在它一身当中都会一直渐渐的长大 那大象的话它们的其他牙齿 因为象牙也是其中的牙齿嘛 只是它从就是前面的牙齿就是演化成象牙 那像但大象还是有其他牙齿啊 不然它怎么吃东西 所以呢大象主要用来吃东西的牙齿 其实就是它的四个旧齿 那这个旧齿呃就是主要比较适合拿来磨碎植物嘛 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是肉食性动物的话 它们通常都是主要以尖牙为主 因为它们要把那些把别人的肉给咬碎 所以就是会比较使用尖牙 草食性动物的话呢 通常就是这种平平的 上面平平的这种旧齿类的 旧齿类的牙齿 那既然刚刚讲到象牙 那么大跟那么重那么长 那它的旧齿的话呢 其实也蛮不轻的 它大象的旧齿的话一颗就有五公斤 然后长度有三十厘米 对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牙齿 一颗牙齿就三十公分那么大 然后五公斤重 对所以其实是超级巨大牙齿 那它们的牙齿的一个变化主要是 就是它们会有前面一对旧齿 跟后面一对旧齿 那这样总共四颗 那通常的话就是说 前面一对旧齿会经过时间 你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然后就会磨损的比较厉害 那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就是会自己脱落 然后很酷的事情是 后面那对旧齿竟然会往前移动 所以等于说 后面的旧齿会移到前面 变成前面的旧齿 然后在原本后面空的位置呢 又会长出两个新的旧齿 在嘴巴的后面 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个往前移动 所以前面的旧齿永远是比较旧的旧齿 那大象的一生当中 就是大概会换四到六次的牙齿 对就是会经历这个往前移动 然后脱落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四到六次 那可是等到它四十岁到六十岁的时候 通常就是到这个四到六次的尾身了 所以呢当你最后一次失去旧齿之后 你就只剩下两颗旧齿 然后你要是再失去的话 那你就等于没牙齿 没牙齿之后呢就会死的饥饿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大象 都是年老之后其实它们并没有得一些病 但是因为它们渐渐没办法吃东西 所以就死掉了 那非丘相的话主要就是有24颗 总共有20颗牙齿 刚刚介绍的4颗就是它们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牙齿嘛 所以如果就是没有那4颗牙齿的 就算它其他20颗牙齿还在 它们还是很有可能会因此而死亡 关于尺寸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大象最重要的特征嘛 大象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超级大 那非洲象的话呢又是比亚洲象还要更大 虽然说就是前面有讲过说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非洲象或说非洲同一象 另外一种是非洲森林象 那刚刚我讲到说非洲森林象比较小一点嘛 所以说这个普通的非洲象或说非洲同一象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生物 在陆地上可以看到最大最大的动物呢 就是这个非洲的丛林象这一种 那它们的这个母的非洲象 非洲丛林象的话呢 它的肩高就是有2.2到2.6公尺 然后它的体重呢 就是有2000到3000 2000到3000多公斤 那非洲象是母的比公的体型会小很多 所以说公的非洲丛林象的话 它的身高就是有3.2到4公尺 所以其实是差超多的 就是母的 母的非洲丛林象的身高 是还有一些NBA球员可以逼你的 但是公的身高的话 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 公的就是真的已经突破天机 已经跟一层楼一样高 3.2到4公尺 还挑高都有可能 这个楼高都有可能 然后公的大象的话 它的重量还可以到4700到6000公斤 对4700到6000公斤 我已经不知道 就是要怎么想象这个体重 就是我想象 我心中想象不到一个东西是4700公斤 到6000公斤 就没有什么概念 那这个非洲丛林象它的特色是 它的背部呢 是比较有一个凹下去的形状 但是呢 另外一种体型比较小的非洲丛林象 它的背部几乎是直的 所以除了体型之外呢 它们背后的这个曲线 也是非常重要判断它们差异的一个特点 那有曾经记录到呢 最大最大的一个非洲象 它的肩高是有到3.96公尺 然后体重的话有到1万公斤 对1万公斤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万公斤真的超级超级胖的一只大象耶 对1万公斤就是世界上曾经发现过最胖最胖的大象 那身上最高最高的大象的话 它的肩高是有4.21公尺 所以它如果站在一个豪宅的门口的话 是比豪宅的lobby还要更高的一个状况 那这一只最高最高的大象 它体重就是8000公斤 所以说就是很高很高的大象 就是没有到那么没有到最高的大象没有到那么胖 但是最胖的大象也没有到那么高 大概就是如此 所以所以就是最世界上最大的大象 不确定是要选最胖的那一只 还是最高的那一只 那非洲森林象的话呢体型就比较小 就跟刚刚前面讲的数据不太一样 非洲森林象的话 它体重就是大概4000而已 所以等于说 它体重4000的话是跟 非洲森林象的母的 比母的还要更轻 所以应该 如果你看到的话 应该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非洲的 非洲森林象是都很大 然后非洲森林象是明显小的蛮多 那非洲森林象它的 非洲森林象比较小的这一只 它的母的话肩高就是1.8到2.4公尺 就明显的矮了蛮多 如果一个比较高的男生的话 可能站在这个非洲森林象旁边的 它们算是一个比较小的种类 就是它们族群只有出现在中非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一旦就是它们这个地方 漆地遭到破坏的话 它们这一种就会直接没有 就是因为它们的分布范围比较小 就是只有在中非 但是如果是非洲丛林象的话呢 就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呢 其实到处可以看到它 那其实这个普通非洲象 就是叫做非洲丛林象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其实到部分 可以住在一些这种高潮树林的环境 或者是在灌木虫啊 或是干旱的地方啊 热带雨林各种 其实都可以看到它们 所以就是它们比较普通 所以才叫普通非洲象 那非洲森林象的话 就是只有出现在中非 那我觉得有一件让我非常 我觉得在读大象资料的时候 就是大象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们睡觉时间超短 就是它这次完全跟我相反的一个特质 就是它们一天睡觉 竟然只要睡一天20小时 它们只要睡两个小时 所以说我真的觉得 就是很多人都会讲什么 上帝是公平的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但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其实是不公平的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一天就要睡10到12小时 那其实我一天实际上 能使用的时间 就只剩下另外的12个小时 但是如果是非洲象的话 好 非洲象是睡眠时间最短的一种动物 它一天24小时只需要睡两个小时 那它一天不就有22个小时可以用了吗 真正比我多出10个小时 所以其实时间根本就不是公平的 因为你要先考虑你一天睡觉时间是多长 对 我觉得这次很满惊讶 就是非洲象那么大一只 但是它需要睡觉的时间去那么短 就是体型那么大也不觉得通常啊 就是一个感觉上 你会觉得一个无知的老百姓 会觉得说 很像非洲象 很像大象那么大一只 感觉需要花很多体力走路什么的 但它一天居然就要睡两个小时 还有我觉得非常的惭愧 那非洲象的话它们的家庭组成社交环境是怎么样呢 通常一个一群大象里面的主要带头的 都是一个都是类似女组长 或是女长老的一只母的大象 就是大象群都是由母大象为主导的 那原因主要是因为 就是母大象比较会进行 就是会进行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个领导的地位 是他们主要是生存啊 还有福育后代 这样的话比较有优势 对所以就是在大象群当中 通常是以就是这种一般的 比较大型的大象群当中 通常都是以母的大象为主 因为公的大象主要 比较会在外面游荡 然后母的大象 他们这种群体就是以 就是以福育后代 跟群体的生存优势为主 那非洲森林象的凝聚力 其实没有一般的普通非洲象那么好 那有人是觉得说 因为在中非他们生长的地方 非洲森林象他们的 他们的天敌其实没那么多 所以其实没有必要 有这么有凝聚力的一个家庭 组成去抵抗外敌 他们就算大家都分开来生活 还是能够活得非常的好 那其实有的时候 非洲象他们这种 家庭的家庭单位 也是会互相的结合或是分开 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亲属关系 就变结合起来 变成更大一群 就有点像是人类的感觉 有时候你结婚之后 殷勤之后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家庭 那为什么这个群当中都没什么雄性大象的原因 是因为雄性大象主要在青春期后 就是你长大以后 其实就会离开你原本的家庭 然后会有些时候会跟其他的雄性 一起组成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盟 有的时候就是会独立的生活 雄性大象就不会再继续跟原本的家庭 继续活在一起 所以说在一个象群里面当中 通常雌性才是比较活跃的成员 雄性是比较倾向于在外面独自 或者是跟小型的雄性群体待在一起 那大象他们互相聊天啊 然后交流啊 或者说认识别对方是谁 其实他们主要是会发出一些很酷炫的声波 那他们的声波很酷炫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能够区分几百种不同的 低频率的声波的呼叫 就是可能在人类的耳朵听起来 都是一些那种很低的啊的声音 但是这样学友有点好笑 但是就是他们可能会发出一些 很低声波的一个呼叫 人类听起来可能都是一个很低频率的嗡嗡声 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可以分辨出 几百种不同的这种嗡嗡的声音 那大象有一些发出来的声音是 超过人类听觉的 所以你可能频率是超过人类听觉范围 所以有可能是低到你完全听不到 就是你可能站在一个非洲的旷野当中 觉得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但是其实大象其实有在进行超远距离的 一个低频率的声音的交流 也是有可能的 那大象还会有一些交配的仪式 像是他们可能会互相把象鼻子缠绕在一起 这样的行为 算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种社交行为 那刚刚讲到说 雄性大象长大之后就离开原本的家庭嘛 所以一般来说会被认为是比较相对孤独的 就是会比较独立生活的一个动物 对 那他们一旦成熟之后就会渐渐去独立了 那有的时候他们就是雄性跟雄性待在一起的原因是 因为这样子可以增加就是他们的存活率 如果附近比较多外底的话 几只雄性待在一起还是比较存活率比较高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他们是可以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 那通常呢如果有公的大象回到象群的话 通常就是只是为了要繁殖或是进行一些基本的社交 他们并不会参与养育小大象的一个功用 就是只是回去交配 然后就大概social一下就差不多可以走了 对 那但是就是这些成年大象回到象群的时候 对于群体当中一些还未长大的小公象而言 是会起到一个有一个关于父亲的一个想象 或是关于就是自己长大或是什么样的想象 就是研究说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作用 所以是会对小的公象产生一个就是这种复权的支配的 复权支配的影响大概是这样 不过这部分也没有到真的那么的确定 那在吃东西的方面 非洲象通常就是会用刚刚讲到他们非常非常强壮的一个 橡笔就是去把这些树干或是树叶全部都这样全部这样扫下来 或是折下来 对因为他们力气是非常的大 或者是说也可以直接用象牙去就是把东西全部都全部都刮掉 然后弄倒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呢在对很多人类来说大象其实是非常讨厌的一种动物 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种一片农作物或是什么的 就大象走过去直接把它移为平地 就是不是除了踩踏之外呢 就是他们用一开始先用橡笔跟这个象牙 然后把这些树全部都弄倒 然后之后走过去的时候 吃一吃之后走过去又把它全部都踏平 所以等于说你整片农作物全部都全部都死光了 就非常的惨 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很多非洲的人是非常非常讨厌大象的 因为大象就是把他们的农作物都全部弄坏 会对一些环境也是会对一些环境造成伤害啊 就有些人觉得说那原本住在那些树上面的动物不都漆地不就被他们弄坏了吗 就很像人类去砍亚马逊森林一样 就那些树可以砍到了就是他们就没有地方生活 那大象其实也是把这些树全部都弄到 另外关于大象可能会很惊讶一点 就是大象非常的聪明 他们的脑的构造是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复杂 然后皮质的话呢也跟很多人类有有一样的部分 那像是人类啊或是猿类或是一些海豚类的物种 都算是特别聪明的物种 那大象的话其实脑的结构就是跟人啊 然后猿类跟海豚都是有类似的状况 那所以算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那大象因为很大所以他的大脑也超大 他的大脑的话就是有5公斤那么重 比所有的其他的陆生动物的大脑还要大 其实脑的聪明度大部分就是取决于 就是你的脑的结构有多复杂 然后你里面的神经元有多少 然后他们之间互相连结的程度有多高 那大象其实他的皮层就是跟人类大脑有差不多 多的神经元 对所以才被认为说他们其实是 有跟人类非常相似的一些情绪或是行为 像是大象有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悲伤啊 或是学习啊模仿或是玩游戏跟 呃也有显现出一些利他主义的行为 那呃大象也被科学家认为是有幽默感 虽然说这部分不太确定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但是呃就是总之大象的大脑就是可以完成非常多任务 然后使用工具他们也会 然后他们也有产生出同情心啊或是会互相合作 然后也了解什么是自我意识 然后跟他们有非常长期的一个记忆 然后还有他们发出的那些声响 也有语言相关的证据 所以说就是这些行为都代表大象他们是一种高度智能的动物 大部分他们会说智商大概可能会跟 金屯类的动物还有灵长类的动物相当 那非洲象的话 他们在25岁到45岁之间算是最壮年的时候 然后小的大象的话通常会在母象怀孕两年之后出生 所以其实他们住在肚子里的时间是非常的久的 那他们的养育的方式就是之所以会有这种母象群所所组成的 主要象群主要家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群体当中不是只有妈妈会照顾小大象 其他的母大象也会一起帮忙照顾 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比较帮助他们的存活率 那雄性的大象的话他们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所以说在20岁的时候就是会马上感受到雄性大象跟雌性大象会非常的不一样 那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体型 就是在20岁之后雄性的大象体型就是会快速的增大 所以到了25岁左右的时候雄性大象的体型已经是雌性大象的两倍 所以说就是25岁之后你就很明显可以看出哪一只是公哪一只母的 那在一生当中大象都会一直继续的成长下去 然后雄性的大象的话通常他们在10到12岁就可以达到性成熟 然后一次的发情大概是两天到七天 但是他们没有一年之间其实没有一个特定的交配期 那通常就是取决于就是附近的环境怎么样 如果说现在环境比较肥沃 然后就是他们的水源比较充足 他们感觉到比较安心没有什么生存压力的时候 通常就会比较容易有繁殖的行为 如果现在比较干旱然后自己的生存可能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不会进行繁殖 因为大象他怀孕的时间要很久 然后三到六年才能够再生育一次 所以会好好的挑时间 然后通常他们如果可以在野外活到50岁的话 一只大象通常可以有七个后代 那雌性对雄性来说算是一个蛮稀缺的资源 所以说雄性的大象通常就是会有非常多打架 在抢夺取交配权的一种行为 那在性成熟之后 通常他们雄性的大象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阶段 然后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身体跟行为就是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然后最大特性就是他们的这个荷尔蒙会有很大的 还有他们的身体中各种激素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然后攻击性也会更强 那通常这一个时期的话就是被认为说雄性的大象是会最 最产生最多 最发生最多次交配行为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当中他们就是会攻击性很强 然后开始找其他工的大象打架 然后打架完之后 他们就可以去找到自己想要的雌性大象一起去交配这样 然后在他们不是这个时期的时候的雄性呢 其实他们繁殖后代的数量就少很多 所以这个时期对于大象来说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们是最多产 然后在发情的这个中期的时候 就是雌性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发情的一个中期 然后在这个发情中期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找 会想要去找其他的雄性大象来保护他们 然后通常这种时候他们就是会去找到这一种 正在处于他们这个特殊时期的雄性大象 因为这个时期的雄性大象是最有活力的 然后也最想要去做一些互相攻击行为的时候 所以如果他们找到这一些雄性大象的话 他们就可以达到保护他们的一个作用 所以通常就是在发情中的雌性大象的话 就是会跟在这个尖峰时期的雄性大象 在一起交配这样子 但是其他的年轻的还没有到这个时期的大象 也可以找到机会交配 就是因为其他年轻大象可能也可以跟 不是正直发情期的雌性去交配 所以不会说只有这种 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得到交配的机会 关于大象所受到的威胁的话 最主要当然就是栖息地不见的问题 尤其是在非洲森林象身上是最为严重的 不过就是非法贸易这个大象的象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威胁之一 那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大象的象牙 所以就是会把他们杀死然后夺取 夺取他们的象牙 那所以在19世纪初的时候 就是可能非洲曾经是有 就是有200多万头非洲的象 但是后来到1950年代之后 就是就剩下非常少的非常少的非洲象 然后象牙的价格也渐渐的上涨 然后越来越多倒列的行为 到现在都还是每年都有非常多的人一直在杀大象 想要取得他们的象牙 然后关于这一点呢 我就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料 就是关于大象的演化 就是大象在尤其是非洲象 主要他们观察到的是在某一个国家公园里面的非洲象就是有 竟然在短时间之内就进行了演化 那这个演化其实就是完全因应这些倒列他们象牙的人 因为你是因为有很大很漂亮的象牙才会被这些倒列的人看上 然后把你杀死 所以等于说造成了没有象牙的大象 让他们存活率变得比较高 然后所以就看他们的基因就产生了一个变异 尤其在象群当中 难免会有几只大象 他们天生就没有发展出象牙 那因为演化优势的关系就是感觉好像没有象牙的大象都不会被塞 所以呢这个没有象牙的象牙就大象就变成是一个优势种 然后后来就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大象他们的基因就是有在 就是有在长不出象牙的那个基因上面就是出现的比较多 然后所以后来很多的大象就变得没有象牙 就原本的话没有象牙的大象算是猎食的大象 因为他没有象牙的话他吃东西或是打架都很不方便 所以感觉应该是猎食 但是现在因为象牙贸易的关系 所以这些大象他们没有象牙反而变成他们比较容易活下来 所以呢现在大象就变得很多都没象牙了 为了生存他们就不长象牙 就是可能比起吃饭 就是被别 所以如果直接因为象牙被杀死的话是更活不长久的 对所以这个象牙就可能会渐渐的从大象身上消失 如果大家再继续 大家再继续列象牙的话 就是这种没象牙的大象就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部分其实科学家有一点担心 因为就是没有象牙的话他们就是各种吃东西的状况还是会 会受到影响 然后也不太能够打架 假如说有其他的动物要来攻击他们的话 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受伤之类的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最大天敌就是人类 其他的东西都不足为局这样 那很有可能就是到了可能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呢 世界上的大象就都没有 都没有再也没有象牙了 象牙就成为一个过去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一个没有人会受伤的世界 就是你也不要想要取象牙 然后大象也不要长象牙了 这样子好像就好像就可以让世界更加的和平 那今天关于飞出象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大象 就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James Jason 和一温毛毛黑母丹FB 水染球生还有ZZ 那其他有意愿继续支持 在于创作下去的朋友都非常欢迎 在下方可以找到Patreon的连结里面 有不同的会员等级介绍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喜欢听说动物的话呢 最好就是可以把听说动物的节目分享给更多 跟你一样喜欢动物的朋友 那也可以在Patreon Podcast 帮我留心信息下评论的话 对节目的成长会有帮助 在任何留言区的地方都非常欢迎留言给我 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 《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里面有时间比较长的主题性内容 另外的话是鲨鱼 用10分钟的时间呢 让大家可以接收一些有趣的国际新资讯 那也可以去订阅我的频道 是追踪我的IG 比如说习惯 听说动物可以继续在每周五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